复查皇后的亲弟弟傅恒 为何能得乾隆如此恩宠 他究竟有何本事 清朝乾隆皇帝有一位十分信任的人 他便是傅恒 他是复查皇后的亲弟弟 特别受乾隆皇帝的重视 但仅仅因为这一层关系就得到乾隆的器重吗 其实他还有很多贡献 下面请大家跟着一关历史一起来了解下吧 傅恒是名门之后 齐先祖曾追随努尔哈赤启士 曾祖父是清太宗皇太极的义政大臣 祖父当年是康熙朝的义政大臣兼户部尚书 父亲李荣宝曾任查哈尔总督 傅恒的伯父马斯卡 马其和马武都是两朝重臣 马斯卡担任过内务府总管和领事卫内大臣 并率军争讨嘎尔丹 马武被雍正称为是圣券罪卧之人 而马其更是康雍两朝重要的政治人物 当时人用二马吃尽天下草的谚语 来形容马其 马武两兄弟的权势 即使没有他的皇后姐姐 傅恒的出身本身 也已经决定了他在乾隆朝 必然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更何况傅恒的亲姐姐 是乾隆帝的发妻孝贤淳皇后 傅恒幼年丧妇 姐姐与他感情很深 从小在姐姐的教导下长大 更何况 乾隆对复查皇后十分宠爱 爱屋即屋 傅恒也就得到了乾隆更多的关注 仕途之路格外顺利 年仅二十的傅恒就被任命为了兰陵侍卫 后来因为自己做得不错 又被提拔为了头等侍卫 两年后更是直接成为了御前侍卫 能做御前侍卫 没点本事是做不得的 并且也必须是皇上十分信任 对皇上万分忠心的人才行 毕竟这乡当于是皇帝的贴身保镖 复衡两点都满足了 自然是很适合这一职位的 乾隆执政初期 为了培养自己的亲信大臣 将那亲华为重点培养对象 在一帮顾命大名中 那亲年轻有为 半世玛里 而且连结自律 亦没有结党营私的恶行 再加之 他出身于满洲贵族世家牛古陆氏 曾祖俄亦都是开国元勋 祖父厄碧龙是康熙朝的四大辅政大臣之一 父亲尹德是雍正朝寿领侍卫大臣 姑母则是康熙帝的皇后 显赫的家世也为他加分不少 因此备受乾隆青睐 乾隆二年 那亲进入军纪处 成为六名军纪大臣之一 起初只能排在厄尔泰 张廷玉之后 但随着乾隆对厄章党争越来越不满的情况下 那亲逐渐成为军纪大臣中最具实权的一位 可以说 虽无守魁之名 却有守魁之识 那亲成为乾隆打击旧朝老臣 培植亲信 追求大权独揽的一个关键人物 乾隆十年 那亲关接连生 从携伴大学士到宝和殿大学士 在首席军纪大臣厄尔泰去世后 他马上就成为军纪处领班大臣 从此 那亲成为权倾朝野的重要人物 盛级而衰 这个恒定的规律在冥冥之中主宰了很多东西 在强势的乾隆面前 那亲要想保住自己的位置 只有不断地取得乾隆的欢心 一旦他的办事能力达不到乾隆预期 那么他的位置就难保住了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 当现实逼来时 他连保命的机会都没有 乾隆十三年 乾隆诸事不顺 接连迎来丧妻狮子之祸 西南金川战士失利的消息也接踵而至 位于四川西部的大小金川 一直都是清朝的心腹大患 各吐司之间 常年战火纷飞 乾隆十二年 大金川吐司沙罗奔士强凌弱 经常侵扰周边其他吐司地盘 掠夺财物 并抑郁吞并小金川 但大小金川之争一开始打了很长时间 无法平息 这一度让乾隆非常头疼 乾隆为确保大清边境安稳 决定出兵平换 他先派出川山总督张广司捅兵近角 但张广司目空一切 自认为区区吐司不堪一击 轻敌冒进 结果遭遇惨败 半年一过 战绩一点没有 军饰和援兵倒是要了不少 张广司在前线作战不力 治军乏术 第二年 乾隆又预令首席军机大臣 那清为经略大臣指挥评判 乾隆以为那清可以很好地执行自己的旨意 可以早点收获捷报 但没想到 到了前线的那清 由于不懂兵事 还争攻尽力 他强令清兵要在三日内攻破叛军 这当然是天方夜谭 结果可想而知 清兵遭到重创 数名将领战死 清兵数量从五万锐减到两万 在一次战斗中 三千清兵居然敌不过几十人的叛军 失败带来的是 军中士气低落 前线战士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 更为恶劣的是 张 那二人居然隐瞒军情不报 导致战机一物 后来 月中旗向乾隆报告了真相 乾隆才将张广四 乐清拿下 乐清 这位由乾隆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大臣 就这样又被乾隆在怒火中杀了 有人说 乐清被斩与复衡尚未有关 因为乾隆整顿官场 加快了停城换班和权力的交替 乐清前脚前往疆场 复衡后脚就被乾隆加官禁绝 升任携办大学士 大有取代乐清之事 从这一点看 确实有些可疑 但事实是乐清敌却在前线表现不佳 令乾隆失望 以至于乾隆都没让他回京 在半路就将他斩了 俗话说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乾隆想要的首席军机大臣 不仅仅只是会写写画画的文士 而且也必须懂得军事 从乐清到复衡 再到之后的阿贵 军机处的首席军机大臣 都曾先后参与过军事行动 而且是担任一线的军事指挥 这一情况也表明 在乾隆心中 他认为合格的首席军机大臣 是文武双全的人 这才是乐清备展的根本原因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这套书籍 在浩瀚如烟的传统文化之中 出现过的很多的繁荣朝代 不管你是喜欢唐朝的开放 还是喜欢汉朝的风云 都可以在这套书中找到乐趣 书中以历史人物的风云事迹 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朝代的更迭 让人看起来更加过瘾 把这套书看明白了 自能播云渐日 看清得失 那么 我们接着往下看吧 同时 傅恒主动提起去平定叛乱 乐中其也升任四川巡抚 在他们的合作下 金川之乱终于平息了 取得乾隆皇帝即位后的 第一次大规模战争的胜利 可以想象他有多开心 因此 傅恒回到北京后 被授予宝石鼎 四团龙 加封一等中勇弓 大小金川之战 也被列入乾隆的实权攻击之中 除了金川之战 准嘎尔之乱也让乾隆头疼不已 清朝同准嘎尔的战争 一共打了三个阶段 从康熙金雍正一直打到了乾隆朝 乾隆十年 汉王盖尔丹侧林去世 准嘎尔内乱加剧 盖尔丹侧林的侄子达瓦奇 自立为汉王 残暴灵灭 众叛亲离 在这样的背景下 京廷有意出兵剿灭嘎尔丹 但满朝文武扭于辛亥兵败之势 不愿劳势动众 唯有傅恒赞成乾隆雄徒远见 认为战机不容失 否则后患无穷 傅恒与皇上的心思一拍即合 因为他有实际指挥战争的经验 而且他一向谨慎 他的赞成绝不是凤银阿鱼 他的表态坚定了乾隆出兵的信心 傅恒为备战也做了充分的准备 他带领军机处官员 积极收集和整理军情 协助乾隆制定战略战术 和调兵跋响等工作 为最后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结果 清朝只用三个月 动用了五万军队就荡平了准盖尔全境 而傅恒更是受到了乾隆的器重 不久 一名将军叛变 发动了另一场大规模叛乱 傅恒还是自愿请因 他带领军机处官员 夜以继日的操劳军务办理工作 协助乾隆全力争搅叛乱 最终 叛乱被平息 傅恒未居守攻 乾隆又授予他一等中勇攻 但傅恒拒绝了 于是乾隆下令会功臣向紫光阁 傅恒拘守 清朝和缅甸之间的战争 也持续了多年 乾隆派出了几位高级将领 但在战事开始的前两年 清廷并未占据上风 反而损失惨重 禁军迟缓 庶任总督还因此丢掉了性命 他们都输掉了战争 也不敢报告真相 甚至谎称缅甸不敢出来战斗 乾隆知道真相后勃然大怒 面对这种情况 傅恒觉得不应半途而废 并履寝前往 傅恒去后 缅甸方面一直在提出议和 他深知这件事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 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 他同意了对方的和平要求 但傅恒趁机提出了多项条件 比如要求缅甸向清朝进贡 归还被侵占的土地 缅甸同意后 傅恒凯旋归朝 除了不断立功 傅恒还不忘举荐人才 比如前面提到的月中旗 月中旗能力出众 为一代名将 荣壮旗伟 使引奸人 而功于吟施 作为首府的傅恒 一直对月中旗青睐有加 傅恒在金川之战中 提拔他为四川巡抚 使他在这场战争中履历战功 另一个例子是孙家干 他曾被雍正罢官 在朝廷复制前 得到傅恒的大力推荐 后来朝廷委任孙家干 为副兜御使 其实 傅恒能在乾隆身边 二十多年备受宠信 不得不说傅恒有过人之处 事实上 傅恒除了他平时已成待人 不树立政敌之外 还与他恪守皇权独尊的信条有关 他始终把握皇权独尊的这个原则 任何时候都不愉悦 正因为傅恒这样做 乾隆才二十年如一日的 对他宠信有加 当然乾隆宠信傅恒 不排除有孝贤纯皇后的因素 但更多的是傅恒个人的能力出众 又十分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更重要的是他听话 对乾隆忠心耿耿 一生并无大错 尤为重要的是傅恒特别善于把握乾隆皇权独尊的那个度 这让乾隆非常喜欢和信任他 再生一生并未来的 我认为傅恒特别善于 最后一生的手 是傅恒特别善于